阿洛阿嬷 阿洛阿嬷 咱都會來唱歌 咱都會唱歌 四 二 三 開始 切割 切割 走 走 走 喔 真正有大聲耶 小寶貝 我是雅琳 我是特工盟的前理事長 在過去的八年 我一直在積極爭取 他們人生的管理 還有表達意見的管理 對我來說 遊戲是非常重要的 是可以幫助孩子好好的長大 同時 表達意見對孩子也是重要的 我希望大人可以去聽 孩子所想要的是什麼 我們一起來爭取孩子心裡所想的 我小寶貝的時候 跟阿嬤住在後面 阿嬤常常跟我說台語 不過我學會之後 來到台北之後 我都沒在說台語 跟我大人的時候 還要回去跟阿嬤說話的時候 阿嬤都說我是多姓的 我說什麼 她都聽不懂 對我來說 台語是一個很重要的跟阿嬤的建議 所以我三十多歲的時候 做媽媽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一定要跟台語還要回來 一直到阿嬤離開這個世界 我還是沒有辦法好好的跟阿嬤說話 所以當我當媽媽的時候 我就希望跟孩子好好的說台語 我希望把這份連結 留在小孩的心中 阿嬤 媽好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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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一些爸爸媽媽 我知道他們在創作很多台語的故事 在牽她的手 走台語的路 的粉絲頁 還有Podcast 那可以提供你很多台語的資源 讓你知道怎麼跟孩子去說台灣的故事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他們 讓他們繼續用更多的力量去支持我們所有的人 傳承母語的環境跟文化 我希望未來進入立法院 我可以爭取更多的母語資源 給母語的家庭 我希望讓每一個母語的孩子 都能用自己的語言 學習台灣的各種學問跟文化 讓大家知道 記得自己是誰 公大義 精華義 耶